第1491张真相大白 记忆灵符漂浮在三千弱水上面 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 大气不敢喘一下 纯净的能量 涌入记忆灵符 奇怪的一幕出现了 当着所有人的面 漂浮在三千弱水上面的记忆灵符 居然一点点分解 变成了两枚 果真是合并后的记忆灵符 此周传来阵阵议论声 三千弱水做不了假 任何东西被三千弱水洗涤之后 都会变成原来的样子 包括人体达到初始状态 人体在一出生的时候 蕴含先天之气 没有任何污垢 三千弱水可以反扶归真 洗涤人体中的污垢 恢复到婴儿时期的状态 这也是燕归仇为何要讨要三千弱水的原因 两枚记忆灵符出现在柳无邪面前 一手一枚 好手段啊 竟然还蕴含一枚半仙纹在其中 柳无邪看着两枚记忆灵符 嘴角微微上扬 连半仙纹都舍得动用 单神宗没有半仙坐镇 根本无法将两枚灵符合并到如此完美的程度 为了打击天道会 太乙宗还真是下了血本 可以说是不择手段了 半仙境不会轻易出手 会引起宗门大战 但是这一刻 太乙宗出动了半仙境的力量 虽然不是本人亲自前来 这枚半仙纹就足以代表了一切 柳无邪 能看看合并之前的记忆灵符是什么样子吗 众人很是好奇 想要看合并之前的样子 柳无邪点了点头 手指一弹 第一枚记忆灵符飞出去 跟之前看到的一样 他们大战金角狂牛 记忆灵符到那名男子吞符丹药的时候静止 没有转过身子 我明白了 真实的情况 这名男子吞符丹药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转过身子 非仙妙长老看出来了 所以柳无邪之前将记忆灵符定格在这一处 第二枚灵符飞到空中 画面没变 依旧是这名男子吞符丹药 不过面对着大家 没有转身的环节 你们快看 他手里的灵符并非天道会的丹药 有人眼间 发现这名男子吞符的灵符 跟天道会的丹药 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转身之前 拿着的是天道会的丹药 转身的那一刻 丹药已经变了 这个过程 被伴先进用强大的手段给抹去了 还原之后 所有谜底解开 丹荣 你做何解释 柳无邪笑盈盈的看着丹荣 眼眸中的杀意越来越明显 天道会其他成员 对丹荣怒目而逝 形成无边的骇浪 逐渐朝四周蔓延 柳无邪 就算这枚记忆灵符是假的 我们可是有人证 证明他们两个 也是吞服了天道会的丹丹 才死亡 从丽红身后走出来两名男子 继续质问柳无邪 丽红的谎言拆穿了 所谓的物证 居然是合并成的灵符 任正 柳无邪目光落在崔生的脸上 笑意不减 没错 就是任正 既以灵符柳无邪可以拆穿 但是任正 柳无邪如何破解 难道他还能改变人的思想不成 谁是任正 柳无邪目光看向崔生身后那些人 破解记忆灵符还有些麻烦 如果说任正 对于柳无邪来说 这有难度吗 我们亲眼见到他们两个吞服了天道会的丹药 从崔生身后走出来两名男子 义正言辞地说道 我 以为柳无邪会狡辩一番 谁会想到 柳无邪仅仅仅说了一个哦字 接着就没有下文了 但是很快 两道金光穿过犹如闪电一般 进入两人的魂海 看到金光的那一刻 两人想要躲避已经来不及了 连退到远处的那些亏天竟也是一脸猛逼 柳无邪难道要杀人灭口吗 大家应该听说过大度化法术吧 柳无邪仅仅仅做了一件举足轻重的小事 目光看向四周 听到大度化法术 四周又是一片哗然 怎么可能柳无邪领悟了大度化法术 每个人流露出惊恐之色 被柳无邪度化了 岂不是成为他的仆人 妖孽 他就是妖孽啊 这种逆天的法术 都能领悟出来 无数人垂胸顿足 跟柳无邪相比 他们连猪都不如 修炼这么多年 都修炼到猪狗身上去了 听到大度化法术 催生慌了 他们千算万算 没算到柳无邪懂得大度化法术 迄今为止 知道柳无邪懂得大度化法术的人 恐怕只有小伙了 林徐林雪他们都不知道 等了约莫一分钟左右 刚才站出来的两名男子 一脸虔诚之色 见过主人 两人连忙对柳无邪行礼 称呼也变了 说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柳无邪懒得说了 就让他们自己来解释 我叫诗坛 这位叫尹伟 半个月前 太乙宗长老找到我们 让我们帮助他们做一件事情 事成之后 送我们两枚顶级八品灵丹 薪金五万 教师坛的男子 将所有过程都解释一遍 原来是太乙宗长老找到他们 许下承诺 才答应污蔑天道会 你们应该知道 如果如实告诉天道会 我们天道会也出得起这些资源 他们两个为何不拿着这些信息 告诉天道会 一柳无邪的秉信 可能会双倍答谢 太乙宗太卑鄙了 他们抓走了我们的家人 因为一脸愤怒之色 他们不想受制于人 太乙宗抓住他们的家人 不得已才答应 听到这个解释 连四周那些人都看不下去了 太乙宗竟然卑鄙到如此程度 这还是超级大宗能该有的风范吗 太乙宗 太卑鄙了 不少人开始咒骂 他们敬畏的太乙宗 背地里做着大量龌龊的事情 每个人义愤填膺 真相已经清楚了 这一切都是太乙宗跟单神宗导的鬼 目的是摧毁天道会 事情已经清楚了 难道要我亲自取你们的性命吗 柳无邪目光扫向力宏 还有催生 让他们自己自尽 这种小喽啰 杀了都嫌弃脏了自己的手 他的目标 是太乙宗 这些人只是被太乙宗利用了而已 走 第一时间 力宏想到了逃走 事情被拆穿 留下来只有死路一条 哪里走 洛海一声大喝 正要出手 无数藤条出现 从地面冒出来 将催生还有力宏等七人全部包裹起来 像是大粽子一样 无法动叛 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连洛海都市一连猛逼 出手的人 要比洛海还要恐怖 起码也是巅峰地仙境 让你们这样走了 我们天道会将也面合存 柳无邪自始至终 都是一副云淡风轻 一直没有出手 却掌控着场上的局势 如今天道会高手如云 除了没有亏天境 天道会已经不惧任何人 七人被囚禁起来 任由他们挣扎 藤条收缩得越来越紧 疼得他们呲牙咧嘴 小柳 轻一点 不能杀了他们 一会还要是要 柳无邪轻轻轻说了一句 小柳停止藤条收缩 七人这才好受了一些 天道会丹药的事情解释清楚了 没有任何问题 刚才质疑天道会的那些人 肠子都毁清了 都是这个太乙宗 如果不是他们 天道会的丹药也不会提升两成的价格 讲到以后购买丹药要多花资源 每个人恨得咬牙切齿 如果不是太乙宗 天道会根本没有理由涨价 趁着今天这个机会 天道会将价格抬高 从心外时空回来的时候 师父就跟他提及过 天道会的丹药 已经危机了整个子竹心域的格局 其他大宗门丹药如果无法生存 肯定会对天道会发难 最好的办法是提升价格 跟个大宗门丹药价格持平 让其他宗门有生存的空间 如此之低的价格 迟早有一天 天道会的丹药 彻底霸占整个子竹心域 树打招风 到时候连那些合作宗门 恐怕都会掉转枪头来对付天道会 正愁着没有合适的理由涨价 丹药等人送上门来了 不仅顺利涨价 还坑了太乙宗一把 那些散修赚取资源不容易 还有一些二流宗门 他们需要采购大量的丹药 现在好了 以后购买五枚丹药 就要多花费一份资源 如何不怒 如今的太乙宗 已经成了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导致他们的地位一落千丈 已经大不如前 万丈高楼 亲赋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众人想要知道 柳无邪如何处置丽洪等人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 这三人是怎么死的 柳无邪指向地面上的三具尸体 对着大家说道 众人摇了摇头 他们还真的不知道 肯定不是吃了天道会丹药死的 柳无邪 你就别挑起我们的好奇心了 赶紧告诉我们吧 柳无邪明明可以直接公布结果 偏偏一次次吊起他们的胃口 很多人气得直抓狂 却没有任何办法 能毒死高级洞虚禁 肯定不是一般的毒药 这种毒药 也许连地先进都能毒死 难怪很多人一脸心有余计之色 让柳无邪赶紧说 这几株药材 我从九龙殿借来的 这些药材的出产地 我暂时不说 想必有些人也能猜到 柳无邪拿出几株药材 是洛海从九龙殿带来的 难道是玄清门 关于九龙殿 还有玄清门之间的恩怨 很多老一辈都知道 最近两大宗门 已经发起了好几次大战 最为关键 整个紫竹心域 论用毒的话 玄清门当属第一 因为他们靠近雪魔战场 跟紫竹心的修饰很少有往来 大家知道的也不是很多 第1492章 玄清门跟九龙殿的恩怨由来已久 太乙宗跟天龙宗的恩怨更是根深蒂固 柳无邪没有解释 而是将几种药材捣碎之后 捣入一个碗里 这三株药材 分别是金红骨类 双腰竹跟雪魔卵 柳无邪一边调制 一边对着众人解释 前面两种药材 知道的人不多 但是最后一种 大家都知道 雪魔卵并非雪魔一族 而是生活在雪魔战场深处一种虫卵 这种虫卵长相类似于药材 却能行走自如 持有八九 这些药材 全部来自雪魔战场 而靠近雪魔战场的宗门 只有玄清门了 最为关键 玄清门擅长用毒 尤其是他们的蛊虫 更是让人闻风丧胆 给他们喂下去 柳无邪调制好了之后 让落海给他们七个喂下去 端着黑漆漆的毒药 送到丽红等人面前 柳无邪 求求你不要杀我们 我们错了 真的错了 丽红害怕了 当众求饶 他还不想死啊 都怪自己猪油蒙了心 才会被太乙宗利用 现在肠子都毁清了 没有人出面制止 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 换成自己 杀他们一百遍都不解气 今日如果被他们得逞 天道会不堪设想 肯定会面临分崩离析 炼制出来的丹药卖不出去 那天道会所有的努力 付诸东流 前期的投资 会赔的血本无归 丽红等人身体被藤条牢牢控制 根本无法动弹 落海撬开他们的嘴巴 强行将毒药到进去 七个人 一人喝了一口 开始的时候没反应 渐渐的 他们的额头开始变暗 嘴唇发黑 灯躺在药堂门前的三具尸体 表情一模一样 这就死了 前后也就三个呼吸时间 七名高手 全部死亡 他们可是帝先进啊 连帝先进都能堵死 这也太可怕了 全清门什么时候 跟太乙宗站在一条线上了 全清门再不济 也是一流大宗门 跟太乙宗平起平坐 为何选择跟太乙宗合作 着实说不通 九龙殿选择跟天道会合作 全清门跟太乙宗合作 并无不妥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这个道理谁都懂 他们却不知道 在千年之前 诸葛明的妻子就中了蛊虫 应该从那个时候开始 玄清门跟太乙宗的关系 已经说不清道不明了 你得解开 众人陆陆续续朝远处退走 估计这几日 一直会议论今日的话题 太乙宗跟单神宗的鼠辈 你们就这样离开吗 太不把我们天道会放在眼里了吧 看着众人离开 柳无邪突然笑咪咪的说道 正要离开的那些人 纷纷停住脚步 朝四周看去 难道太乙宗跟单神宗的长老 也在人群之中 就算他们来了 也会以你身份 绝对不会暴露 建厂人太多了 就算两大宗门都派人来了 柳无邪想要从人群中找到他们 非常之难 却不知道 柳无邪的鬼谋 早已锁定了一切 真的以为你们隐藏人群中 我就找不到你们了吗 柳无邪一挥手 落海 小柔 小火 毕恭宇 诸葛明迅速飞扑上去 谁也没想到 柳无邪说出手就出手 无数藤条出现 同时锁定了13名刀手 只要被藤条锁定的人 就是柳无邪要找的人 今日是我天道会 跟太乙宗还有单神宗的恩怨 其他人速速退走 以免误伤到了你们 柳无邪大吼一声 让无关人等 全部退到远处 店主 我们要不要出手相助 缺长老朝店主问道 就凭天道会加上诸葛明 很难对付太乙宗这么多高手 13名高手 清一色巅峰地仙境 现场只有小柔 落海 诸葛明是巅峰地仙境 逼宫与不过地仙六重 小火迟迟没有突破到地仙九重 柳无邪从梦魇之城得到的化形单 已经给他吞服 迟迟无法幻化出来人形 跟小火强大的体质 有很大的关系 只能等到他突破到亏天境了 不急 燕归愁微微一笑 正想看看柳无邪的战斗力如何 柳无邪既然敢出手 必定有万全之策 哗啦一声 无关人等全部退走 腾出一大块的空地 方便他们交战 咻咻咻 就在这个时候 从街道四周 突然飞出来几十道人影 分别是徐灵雪 慕容仪 简幸尔 陈若燕 范雅 小洛 还有松陵等人 他们早就潜伏在周围 只等这一刻 镇起 柳无邪一挥手 所有人全部归位 包括落海还有慕天梨 天雷焚月阵出现了 在天神碑这段时间 柳无邪除了传授他们各种法术 还有阵法和姬之术 比仙境组建的天雷焚月阵 足以毁天灭地 角柔跟小火还有诸葛明 负责牵制 柳无邪则是阵眼 被藤条锁定的十三名刀手脸色骤变 他们早就听说这套阵法 万族盛典的时候 太乙宗就在这套阵法上面栽了很多跟头 阎山 没想到你也来了 被天雷焚月阵囚禁的十三名刀手全部一容了 一般人难以发现他们的真容 但是诸葛明一眼辨认出其中一人 当日在梦魇之城交战过 梦魇之城派以宗跟丹神宗高手全军覆没 只有阎山一人逃出去 这次的计划 也是阎山提出来的 自认天一无缝 在柳无邪面前 却漏洞百出 面对天雷焚月阵的围攻 十三人纷纷摘下面罩 露出真实面容 天阳长老 齐云长老 墨河长老 一个各名字被人念出来 这些人放到紫竹心欲 绝对都是顶尖的人物 太乙宗来了七人 丹神宗来了六人 各个都是响当当的高手 被人认出来 十三人面无表情 柳无邪 你以为靠一套阵法 就能困住我们吗 只要亏天静不出手 单凭柳无邪跟这些人 想要困住他们 难于登天 今万人聚集在四周 没有人看好天道会 除非天龙宗派高手前来援助 十三人联合一起 已经可以诛杀亏天一宠了 面对如此豪华阵容 仅凭一套阵法就能困住 能不能困住 一战便知 柳无邪一挥手 阵法启动 这应该是天道会最强战斗力了 所有高层全部出动 接近五十人组建的超级天雷焚月阵 穷华星球的时候倒是组建过一次 不过当时天龙宗弟子修为有限 只有洞虚境而已 这五十多人 无一例外都是敌仙境 柳无邪作为阵眼 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冲 阎山一生命下 带着另外十二人 开始冲击阵法 天雷怒 万剑飞 浩劫志 焚天境 柳无邪话音一落 天雷焚月阵正式启动 天神碑中可是磨练了几百年 每个人早已成为阵法中的一部分 万剑齐飞 铺天盖地的剑气 将空间刺穿了无数大洞 柳无邪将九阳剑术跟大修罗剑爵 融入阵法之中 角落彻底掌握了这两门剑术 施展出来 惊天动地 接着是浩劫志 这是泛雅的魔法术 末日浩劫 要比之前强横数百倍 天雷怒 是一门音效攻击 由松林启动 焚天盖则是徐灵学等人 双手刻画五魂 利用五魂术 来诈死泰乙宗这帮老砸碎 天雷焚月阵启动的那一刻 天地色变 日月无光 整个龙山城 陷入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 犹如钢铁洪流 同时涌向他们十三人 还是何等的恐怖 最为可怕的还是阿雷跟阿力两人 他们虽然不是阵眼 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的肉身力量 彻底被柳无邪挖掘出来 一拳砸出去 天地震荡 无数裂痕朝四周蔓延 退到远处的那些修饰 一脸的震撼之色 好可怕的阵法 已经能达到抗衡亏天境的程度了 一尊巅峰地先进难难自语 不敢相信 短短几个月时间 柳无邪培养出来这么多的高手 这个柳无邪太妖念了 这种蜜天的阵法 他是如何掌握的 变换后的天雷焚月阵 很多人都看不懂了 这套阵法 许多宗们回去后 潜心钻研 发现他们连一些皮毛都无法摸到 今日一见 才知道天雷焚月阵 要比他们想的强大数百倍 空谋 四种不同的力量一起碾压下来 崩天灭地 四周的空间 早已被打穿 药堂已经被无形的禁制笼罩 没有遭受任何波及 扑扑扑 阎山还有天阳等长老 被阵的口喷鲜血 脸色萎靡 就在他们被震退的瞬间 一道无匹的刀意 锁定了墨河长老 柳无邪要逐个击破 谁也没想到 柳无邪突然放弃阵眼 天雷焚月阵可以随时移动 阵眼也在不断切换 柳无邪离开的瞬间 阿雷跟阿力进入阵眼处 双方可以自由交换 截刃高高了起 释放出万丈光芒 凌空披下 宽如洪荒之力 席卷沧海大地 周围的一切 全部化为积粉 包括那些建筑 消失的无影无踪 炮墙的一刀 连那些天窥镜 眼眸中都流露出一丝一样之色 世界之力 这一刀里面蕴含强大的世界之力 眼归丑感知到了 柳无邪竟然能调动世界之力战斗 阎山等人现在不是跟柳无邪交战那么简单 面对的是一座世界 墨河双目怒争面对柳无邪这惊天一刀 竟然不知道如何化解 第1493章审案伟例 柳无邪刀意之中 蕴含着世界之力 已经不是普通的天地法术 更可怕是刀意之中 还蕴含一丝半仙文在其中 刚才从记忆灵符中割夺出来的半仙文 早已被柳无邪丢入吞天神鼎 将其炼化 将半仙文加持到这一刀当中 让刀是强横千倍不止 这就是半仙境的力量 周围那些高手 脸色骇变 眼前的一幕 让他们思维变得有些混沌 包括他们的大脑 陷入短暂的空白 很多人嘴巴张的老大 认为自己在做梦 动虚境爆发出如此强悍的力量 简直是匪夷所思 地面上的石头翻滚 空间炸裂 连时间仿佛都陷入到了静止 刀意之中 还蕴含一丝永恒的意境 这一刀意境超出了天地大道 触摸到仙树的层次 难怪那些巅峰亏天境 表情都带着一丝惊悚 雷声滚滚 夹杂着灵魂之力 柳无邪的魂力 堪比地仙气虫 论魂力交锋 已经不弱于墨河 还有阎山等人 好可怕的一刀 这个柳无邪是如何做到的 中围传来阵阵惊讶声 伴随着一阵阵到西凉气的声音 每个人的眼睛牢牢的锁定着一刀的走向 顾不得周围天地的塌陷 空间开始沉沦 日月无光 天地色变 宛如末日降临 没错 泛雅的末日风暴 已经演绎出来末日景象 造成整个龙山城上空 出现一层厚厚的黑色乌云 云起云涌 在黑色千云之中 隐藏着一股浩瀚的力量 这是精灵族的神岸伟丽 被刀是锁定的墨河 牙刺欲裂 想要摆脱刀翼的束缚 阎山一声力喝 突然朝柳无邪飞速逼近 想要趁机斩杀柳无邪 阎山 上次被你跑掉 今日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得知自己妻子乃玄亲们所为 而玄亲们跟太乙宗又坑赫一气 诸葛明早就想找太乙宗报仇了 结束梦魇之城后 诸葛明已经参悟到一丝亏天的意境 最多一两年 彻底迈入亏天 滚滚气浪碾压下来 阎山被诸葛明成功阻拦 无法冲向柳无邪 快去杀了柳无邪 哪怕是同归于尽 阎山大喝一声 让其他人出手 今日这一战 很难全身而退了 既然如此 那就拼死柳无邪 天龙宗的高手正在赶来的路上 很快就能抵达 太乙宗派遣这么多高手前来龙山城 已经违背了两大宗门之间的约定 这是挑起大战的前兆 龙山城买天龙宗地盘 太乙宗的人很少前来 天阳还有其云长老迅速摆脱阵法的束缚 冲向柳无邪 今天一刀已经斩下 他们想要挽救墨河已经不可能了 只想趁着柳无邪斩杀墨河的瞬间 将其杀死 嗡嗡嗡 墨河中围的空间彻底坍塌 陷入一片黑暗 柳无邪调动了黑暗之门的力量 仅凭这一刀 很难诛杀墨河 最多将其重创 黑暗之门的配合 小柔的牵制 终于起到了作用 千丝万缕 阵法突变 像是无数千丝万缕诞生 真气相互串联 法术开始交织 将冲过来的天阳 还有奇云禁锢在了原地 空梦 这个时候 黑暗之门碾压而至 墨河身体一晃 被阵的口喷鲜血 柳无邪在心外时空 裂化了木枝大道碎片 在天神碑中又吸收了大量的仙气 早已经飞昔比 更可怕的是 炼化了暗夜邪黄等人 论地仙法则 柳无邪碾压在场所有地仙境 柳无邪 你真是该死啊 黑暗之门砸在墨河的身上 肉身出现无数裂痕 当出口大骂 无情的刀钢已经落下 蕴含世界之力跟永恒意境的一刀 轻松划开墨河的身体 咔擦身体一分为二化为无数碎肉 在空中舞动 吞天神顶出现 将所有的精气全部吞噬 成为柳无邪身体中的一部分 天阳还有奇云看着墨河死去 心都在滴血 惊眼看着昔日老有死去 那种心情可想而知 面对千丝万缕的缠绕 却无能为力 斩杀一人 场中变成了十二人 阵法威力更为强大 阿雷跟阿丽正手正眼 任由他们冲击 肉身毫发无损 在天神杯这段时间 柳无邪不知道改造了多少次他们的身体 天道会怎么突然多出这么多高手 我记得昨天的时候 这些人不过动虚境而已 到底今天经历了什么 很多人直抓脑袋 有种要憋疯的感觉 昨天 一名修士嗤嗤以鼻 今天上午我来天道会 牧会长也不过动虚境 这才过去几个时辰而已 众人无法理解 包括那些亏天静 也想知道其中原因 莫名其妙冒出这么多高手 如果搞清楚了 岂不是可以无限制提升宗门的整体实力 这样下去 不出一年 天道会就会堪比那些传承几十万年的宗门 想想就令人害怕 难怪每个人看向柳无邪的眼神充满着惊惧 天地炸裂还在继续 波及的区域越来越广 柳无邪身上肯定有屏蔽时间的逆天法宝 这些人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 突破更高层次 一尊亏天静开口说道 怀疑柳无邪身上有时间作弊器 进入那里 可以无视时间流逝 这时间真有这等法宝吗 不少地先进出言问道 刚才说话的是日月神殿的店主 永生 不灭 永恒 唯一 只要领悟了这些意境 都能让时间陷入禁止 日月神殿店主继续说道 天地中有太多的意境 想要领悟 却难于登天 只要领悟一种 即可站在大岛之巅 崩 宛如山崩地裂 整个世界在这一刻全部坍塌 像是一层无形的气浪 横扫四周 方圆万米的建筑 发出剧烈的晃动 幸好龙山城很多建筑 被特殊的法文控制 一般不会倒塌 就算这样 不级念也非常之广 很多建筑出现严重的破损 如果在山脉之中 早已毁灭了无数山峰 12名长老 冲击的速度越来越快 甚至开始燃烧自己的精血 阵法快控制不住他们了 12人都是巅峰地先进 比公渝等人还是太弱了 并未达到巅峰地先进 施展出来的力量 终究有限 斩杀末河之后 柳无邪没有继续出手 而是退回阵眼之中 天刚七星 地煞七零 神雷将士 末法无忌 柳无邪不断改变阵法 整个天雷焚越阵 迅速收缩 让交战区域变窄了很多 柳无邪这是要逐个击破的打算 12名高手联合一起 威力喊天 的确很难困住他们 如果一个哥杀死 会削弱他们的战斗力 只有这样才有机会 神雷涌动 从苍穹之巅 降临无数的雷电 柳无邪经历了好几次天地雷结 对雷电的操控 远超常人 泛雅的末日风暴再次出现 无数的魔法之剑 像是潮水一般 这次锁定的是单神宗一名长老 古玉等人脚踩天刚 配合阵法运转 男为天 女为地 曲灵雪等人脚踏地下 形成天刚地下的局面 阴阳之力翻转 让整个阵法的威力 无限制提升 光明与黑暗的力量 融入近来 十二人陷入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 找不到彼此的方向 真正的杀招开始了 黑暗之力 成功切断了彼此间的联系 让他们独自为战 杀戮要开始了 因为黑暗法则的遮挡 外面的人 已经看不到里面了 比公瑜等人 也看不到黑暗中的世界 但是有柳无邪在 柳无邪不断地给众人传音 攻击什么方位 小洛 出手 柳无邪一声招呼 小洛出手了 不愧是凡阻之体 出手的那一刻 犹如大雨滂沱 这些都是剑语 丹神宗的长老被锁定之后 左冲右突 想要冲出束缚 灵力的剑气 加上是削剑的力量 形成无边的骇浪 让丹神宗长老捉襟剑肘 他的身体已经被锁定了 身体一个倒退 避开了小洛一击 阿雷 阿力 柳无邪继续传音 收到 阿雷一声咆哮 跟阿力一起出手 拳进犹如王者归来 出拳的那一刻 险些撕开黑暗的束缚 这一拳的力量 堪比巅峰地先进了 无数增压阵法打开 形成一条拳进长河 击中了丹神宗长老 一对一的情况下 阿雷已经能抗衡巅峰地先进了 砰砰全静袭来 丹神宗长老犹如吃了两斤闷锤 震的口喷鲜血 脸色萎靡 灵雪 你们出手 五魂术招呼他 柳无邪继续开口 徐灵雪还有简性儿 慕容宜 陈若燕等人 迅速投掷出去五魂术 轰轰轰 天道会别的不多 五魂有的是 这段时间 练化了大量的新兽 这些新兽级别极高 一起炸开 连高级地先进都能炸死 我不甘心啊 面对五魂术的碾压 丹神宗长老被炸得皮开肉绽 身体一点点裂开 欺负人 太欺负人了 很多人竟然开始同情太乙宗跟丹神宗了 柳无邪太欺负人了 如此恐怖的阵法 只有亏天境才能破解 天道会虽然没有亏天境坐镇 单凭这坐镇法 就比拟了亏天境 杀 趁着丹神宗长老受伤的瞬间 小柳出手了 无数藤条将其缠住 携任自己飞出去 收割了他的头颅 前后也不过三个呼吸时间 在众人精妙的配合之下 再次斩杀一人 第1494章皆为虚无 单神宗长老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 头颅飞起来的那一刻 直接被吞天神鼎吸收 前后也就三个呼吸时间 又是一尊巅峰地先进惨遭收割 黑暗之力还在蔓延 两大宗门的长老 想办法跟其他人沟通 柳无邪的大黑暗法术 已经跟阴阳法术合并 威力更大 阴阳 黑暗与光明 合并之后 形成全新的法术 还是相同的套路 还是单神宗的长老 只不过重新一次上演 换了一个人而已 屡事不爽 每次都能一击致命 阵法在柳无邪的操控之下 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有人偷袭 有人控制 有人压制 有人进攻 有人负责斩杀 每一个环节 配合得天衣无缝 妙到豪颠 这是一场杀人的盛宴 这是一场屠戮的狂欢 巅峰地先进 也不过如此 除非是亏天境 可以施展出自己的领域之力 方圆之内 今为领域 就算柳无邪有滔天的本事 也无法撕开领域的束缚 当黑暗退去 黎明到来 除了浓郁的血腥之气 还有大量的残肢断骸 嘶嘶嘶 四周传来一阵阵到稀凉气的声音 无法相信自己的双眼 眼前的一幕 这是真的吗 只剩下五人站在那里 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那种无助还有愤怒的表情 一览无余地出现在太乙宗长老的脸上 他们恨 愤怒 咆哮 却无济于事 死了这么多人 黑暗降临的时候 他们看不到场中的情况 如今黑暗离去 场中的一切 看得一清二楚 这个柳无邪是怎么做到的 就算是他们联合一起 也很难诛杀巅峰地先进吧 此方想起炸雷般的议论声 每个人都想知道 柳无邪是怎么做到的 单凭阵法 最多是围困 想要杀人 难于登天 这可是十三名巅峰级别的地先进 已经站在紫竹心域巅峰位置 天道会 再一次创造了历史 柳无邪 再一次被人铭记 历史 总是惊人的相似 这一幕以前发生过很多次 自从柳无邪出现在紫竹心域 一次次刷新了他们的记录 回想起田云心 安流心 无一例外 都成了柳无邪脚底下的踏脚石 天雷焚月阵开始收缩 太乙宗还剩下最后五人 而这个时候 天龙宗高层已经抵达 格之太乙宗派来大量高手 天龙宗足足派出了一百名巅峰帝先进长老 阵容之强大 格之天道会已经诛杀八人 赶来的天龙宗众多长老 一脸的震撼之色 太乙宗不敢派人前来 龙山城是天龙宗的地盘 继续派人来 只会损失更大 况且 这时候派人来 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 阵法第二次启动 赶来的一百名天龙宗长老 分战四周 以免被太乙宗的长老逃走 杀戮 依旧在继续 这一次没有黑暗遮挡 依旧是偷袭 压制 斩杀 如此质朴的攻击方式 却让太乙宗长老无所适从 不是他们战斗力大减 而是他们丧失了求生的欲望 当天龙宗一百名长老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他们很清楚 大势已去 就算他们冲破了阵法 也无法冲开一百名长老的围攻 终究还是死路一条 空 又是一名长老炸开 他们体内的法则 全部涌入太荒世界 一起自爆 最终 太乙宗长老选择一起自爆 哪怕是死 也要拼死几个 听到巅峰地先进要自爆 围观的那些修士 纷纷后退 一旦炸开 三分之一的龙山成都会消失 地先进自爆 堪比亏天一击 威力汗天 天雷焚月阵 很难抵挡 结界 前来的一百名长老 可不是斩杀太乙宗长老那么简单 纷纷拿出自己的兵器 刀举空中 瞬间 一道强悍的结界出现了 将四名太乙宗长老笼罩起来 包括天道会所有成员 有结界防御 他们自爆的威力 就波及不到龙山成 身体开始鼓荡 这是要炸开的趋势 阿雷 阿力 镇守镇眼 柳无邪一声大喝 两人迅速退回 站在镇眼的位置 就在这一刻 柳无邪进入场中 做出一个匪夷所思的动作 居然主动朝四名巅峰地先进出手 这是何等的疯狂 柳无邪冲入四名长老面前 只有死路一条 看到柳无邪朝他们冲过来 四名太乙宗长老脸上流露出凝笑 柳无邪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既然你主动上来送死 我就成全你 谁也没想到 柳无邪放弃大好的局面 选择跟太乙宗长老硬碰硬 这是很不理智的行为 继续靠着阵法 可以慢慢收割他们四个 情况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一旦自爆 天道会这些人肯定会遭受冲击 不死也会重伤 这不是柳无邪想要的结果 所以想尽一切办法 也要阻止他们自爆 果然柳无邪冲向他们的那一刻 纷纷停止自爆 没有人愿意死 只要杀了柳无邪 这法不攻自破 他们四个还是有一线机会逃出去的 柳无邪在干什么 主动冲上去送死吗 九龙殿几名长老及的团团转 柳无邪如果死了 他们九龙殿跟天道会的合作怎么办 而且他们九龙殿已经跟单神宗闹僵了 以后也不可能继续合作 这小子不会是疯了吧 妄想自己一个人对抗四名巅峰地先进 非先妙的长老也是一头雾水 搞不懂柳无邪到底想要做什么 每个人眼眸中充满着不可思议 对于他们来说 柳无邪这就是自寻死路 他的战斗力很强 所有人亲眼目睹 对付一名巅峰地先进 柳无邪也许有一线希望 同时对付四人 希望渺茫 距离越来越近 无数藤条开始出现 协助柳无邪 想办法控制这四人 三位真火开始断烧 四周空间早已消失 化为无数空间晶体 跌落到地面上 幽冥之风 从无尽的黑暗深渊涌起 让人浑身很不舒服 末日的景象 再一次降临 一股浩瀚且令人窒息的力量 在柳无邪面前诞生 那是一种超越时空 超越大道的力量 仿佛不存在这个天地之间 每个人感觉自己的呼吸 变得有些急促 包括亏天境在内 有股恐怖的力量在出现 日月神殿殿主梅于紧锁 这股力量 连他都感觉到了一阵心计 后退 快后退 眼归愁招呼大家 这一招是展出来 可能连结界都无法守住 永恒的意境 已经在酝酿 横扫苍穹大地 日月星辰 整个龙山城 在这一刻 仿佛陷入到了禁止 这就是永恒的意境 可以让天地一切 陷入永恒 果然如此 柳无邪领悟了永恒的真谛 日月神殿殿主一连恍然大悟 天道会如此之短的时间内 这么多人突破到地仙境 所有的谜底全部解开 柳无邪掌握了永恒的奥妙 可以让天地陷入永恒 在其中修炼 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 当然 柳无邪现在还达不到控制天地法则的程度 只是借住了天神碑而已 天神碑内部空间 早已进入永恒 不可能 柳无邪不过动虚境而已 怎么可能会领悟永恒的真谛 很多地仙境连连摇头 认为不可能 就算柳无邪领悟了永恒的真谛 也无法操控天地法则 现实就是如此 容不得我们不信 日月神殿殿主苦笑不已 一直努力地劝说自己 这是假的 这是假的 永恒的意境还在席卷 已经波及方圆数十万米 每个人看向周围的世界 似乎变得缓慢了很多 开始影响天地规则了 太乙宗四名长老脸色骤变 柳无邪突然冲过来 可不是跟他们同归于尽 而是来杀他们的 快自爆 快自爆 之前扬言要自爆的长老 再一次开口 永恒的意境压迫的他们快要喘不上气来了 连呼吸都变成了一种奢望 现在想起来自爆 不觉得太晚了吗 柳无邪发出一声冷笑 拳头高举头顶 这是永恒神拳的起手势 无边无际的骇浪 从四周席卷而至 树枝不尽的天地法则 加持到这一拳当中 太荒世界开始咆哮 仙气涌动 这一拳绝对超越了法术的存在 介于仙术跟法术之间 还未达到仙术层次 却超越了法术的高度 永恒神拳轰然而动 推出去的那一刻 柳无邪感觉太荒世界中的真气 像是洪水猛兽一般 倾泻而出 为何要等到现在才施展 面对13人 柳无邪贸然施展 如果无法将他们全部击杀 死的一定是自己 施展一次永恒神拳 整个人会陷入枯竭状态 如今只剩下四个人 一拳就算不能将其全部斩杀 也能重创他们 靠着诸葛明还有小柔等人 就能轻松收割 永恒神拳 柳无邪一声咆哮 身体化为龙形 漂浮在空中 这是神龙之拳 也是永恒之意 碾压下来的那一刻 四周陷入一片混沌 空间彻底消失 化为一片混沌世界 地面开始炸裂 一座深不见底的黑洞 宛如通往地狱的深渊 这是汉室一拳 这是无敌一拳 全境像是一道风浪 所过之处 皆为虚无 自明长老闭上了眼睛 竟然忘记了反抗 因为他们已经沉沦到永恒的意境当中 第1495章天下大乱 永恒神拳祭出的那一刻 天地中的法则 全部混乱了 战场中间区域 已经变成一片混沌之地 这是什么拳法 已经超越了普通的法术 很多巅峰地仙境 看得眼皮自狂跳 这一拳如果锁定的是他们 估计很难脱身 这一拳很古怪 无限于接近仙术的存在 燕归愁开口说话了 他可是半仙境 跟华飞鱼属于同一时代的人物 怎么可能 柳无邪距离仙人还有很远一段路 他是如此参悟到仙术的 每个人脸上的表情 变得古怪无比 尖术 只有仙人方能参悟 还有一种可能 柳无邪原本就是仙人 眼归愁耸了耸肩 此刻哪里有一宗之主的风范 像是普通人一样 观看场中的局势 这个回答 让所有人陷入沉默 也许柳无邪真的是仙人转世 只是他们不知道罢了 这些人活了几十万年 智商极高 不只是一人猜到这个答案 仙人转世 并非什么稀奇事 比如有无邪的二师兄同山 就是佛陀转世 其他宗门 也有类似的例子 很多强者陨落之后 选择转世重生 空猛龙 强烈的冲击 将众人拉回现实当中 永恒的全境 化为一道银河 将四人卷起来 沉沉浮浮 漂浮在长河上空 不论他们如何挣扎 就是无法摆脱全境的碾压 因为没有空间 感受不到空间炸裂 更没有涟漪波动 仿佛黑暗之中 出现一道匹炼 照亮了整个星空 没有惊天动地的声音 没有令人窒息的力量 天地中的一切 陷入到永恒当中 包括太乙宗四名长老 他们的身体 逐渐定格 截刃出现 化为一道残影 开始收割他们的生命 扑扑扑 一颗颗头颅飞起来 毫无反抗之力 斩杀他们的那一刻 吞天神鼎出现 将四人吞噬进去 柳无邪身体一软 倒地不起 这一拳抽干了 他体内所有真气 包括肉身中的力量 崩 此人死去不久 全境陡然炸开 像是一道冲击波 横扫整个龙山城 不好 顿时间 此周乱作一团 出现了踩踏的现象 一百名天龙宗长老 组成的结界 出现一道裂缝 永恒全境 从裂缝之中钻出来 横扫四周 扑扑扑 眨眼间的功夫 很多低级地先进 被震的口喷鲜血 整个街道 人仰马翻 只有那些高级地先进 才勉强抵挡下来 雨波持续了三个呼吸时间 这才逐渐消失 每个人一脸的心有余悸 好可怕 没有结界抵挡 我们可能已经化为鸡粉了 那些低级地先进爬起来 一脸的惊恐 看向柳无邪的眼神 充满着惊惧 走走走 免得惹火烧身 观看一场打斗而已 险些连小命都送进去了 很多人连忙逃走 不敢逗留了 一场闹剧 终于宣告结束 天道会完胜 这里的消息 像是一阵狂风 瞬间席卷紫竹心欲 无数人收到消息 得知柳无邪斩杀13名巅峰地先进 连那些闭关的老古董 都纷纷跳起来 像是被人踩到了尾巴 太乙宗 一片沉寂 每个人都认为 太乙宗这次损失惨重 一定会发动大战 奇怪的是 太乙宗选择了沉默 这次的事情 原本就是太乙宗做得太龙龊了 主动发动大战 必定成为全天下的笑柄 况且天时地利人和太乙宗一样不战 发动大战 胜算又有多少 当年袭击天龙宗 因为天龙宗大部分力量去抵挡其他宗门了 趁着宗门空虚 才会被太乙宗得逞 现在不一样 经历当年的事情后 天龙宗稳如泰山 真正大战 只会两败俱伤 这一战 彻底奠定了天道会的根基 先前很多人都认为 天道会能有今日规模 全靠天龙宗扶持 今日看来 天道会能有这番成就 虽然少不了天龙宗暗中相助 大部分力量 还是靠天道会自身发展 经此一议 天道会的丹药要比之前更加的畅销 什么 购买丹神宗的丹药 不得继续购买天道会的丹药 这个消息一出 所有人惊呆了 天道会突然放出这样一条消息 这时彻底把丹神宗往死路上逼 消息接二连三的发出来 逼着那些修士只能二选一 跟丹神宗合作的宗门 不得跟天道会合作 间隔没多久 第二条消息发出 天下一片大乱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残酷 强者掌握规则 柳无邪就是逼着那些宗门做出选择 选择跟丹神宗合作 意味着成为天道会的敌人 从此以后 买不到天道会任何东西 强导众人推 加上柳无邪展露出强悍的一面 大部分人纷纷选择天道会 不论是丹药品质 还是长远目标 天道会明显要比丹神宗强大 连续两个重磅消息发出 丹神宗慌了 短短几个时辰 超过上千人上门取消合作 退定的退定 退单的退单 丹神宗虽然还没破裂 但是内部争斗已经开始 很多长老打算自谋出路 离开丹神宗 就在天道会颁发消息没多久 太乙宗也发出一条消息 从现在开始 太乙宗将全面围剿天道会 丹神宗的灵药问题 太乙宗已经出面解决 准备从拉莫新玉购买 子竹新玉太大了 天道会不可能控制到所有人 还是有很多人 对太乙宗中心耿耿 他们依旧支持丹神宗的丹药 只要控制大半的人就够了 天道会就已经成功 才时已经开始 只是时间问题 百年一度的拍卖会即将开启 崇拜了今天的事情 很多人目光瞄准百年一度的拍卖会 尤其是那些巅峰地先进 还有亏天进 这是他们千载难逢的机会 百年一度的拍卖会 热度不在万族盛典之下 无数高手蜂拥而至 天道会已经收到请柬 这是从古至今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按照规矩 只有达到二流宗门 才有资格被邀请 如今的天道会 已经跻身二流之列 各大宗门都在为百年一度的拍卖会做准备 调遣大量的薪金 每年拍卖 需要的薪金极其的恐怖 天道会同样如此 这几日收入大增 05星域那边的魂单销售 要比柳无邪预测的还要好 半年时间 估计销售15万枚都没问题 加上紫竹星域的销售 短短一个多月时间 天道会盈利接近上百万的薪金 其中正法文 气文 灵文 获利20万薪金 紫竹星域单要市场 销售了30万薪金 剩下的50万 全部由05星域创造 柳无邪还是低估了05星域的采购能力 前面半年是爆发期 很多宗门买走魂单储存起来 以后慢慢就会趋于正常 无邪 这是天道会能调动的所有资源 一共110万薪金 慕天梨将所有薪金都收集起来 非常清楚这场拍卖会的意义 只有柳无邪成长起来 天道会才有前途 他们能达到这种高度 已经很满足了 柳无邪打造天道会 也终于见到了成效 凭靠他自己 怎么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赚取如此多的薪金 靠掠夺 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杀了阎山等人 又获得20万薪金 加上之前的40万 如今柳无邪手里有170万薪金 这个数量要是传出去 估计会吓死无数人 就连天龙宗都不知道 这么多短的时间 天道会赚取这么的薪金 数量还是太少了啊 看着170万薪金 柳无邪还是不满足 那些传承百万年的大宗门 比运深厚 几百万薪金 对于他们来说 并不是很难 天道会想要在拍卖会 抢到宝物 这点薪金远远不够 要是让其他宗门知道 柳无邪此刻的想法 估计会拿头撞墙 人家传承了百万年 才积累几百万家底 天道会仅用了几个月时间 积攒了一百多万薪金 居然还不满足 无邪 这是我们所有的收入了 慕天理苦笑一声 柳无邪不可能这时候 问天龙宗借薪金 因为天龙宗也需要 购买大量的资源 虽然他是华飞宇的弟子 天龙宗的资源 又不属于华飞宇一人 无邪 我知道有个地方能借到薪金 洛海这时候开口说道 百年一度拍卖会 还有三天就要开启 各大宗门都在为资源发愁 借肯定行不通 什么地方 柳无邪连忙问道 这个时候能借到资源 绝对不是一般的地方 王命山 洛海说出这三个字 脸上流露出一丝惊恐之色 如果不是柳无邪急缺心时 也不会说出这个地方 这是什么地方 为何我从未听说过 柳无邪皱着眉头问道 他保揽群书 居然没有听过王命山三个字 你不知道也正常 各大宗门为了不让弟子知道王命山这个地方 关于王命山的书籍 早已全部销毁 如今紫竹心欲知道王命山的人 屈指可数 洛海当年带着小洛去求医 一位老前辈告诉他的 也许王命山能救小洛的命 洛海去了 被拒之门外 险些连小命都丢掉 说说这个王命山的来历 今年的拍卖会 会有很多远古物品出现 珍贵无比 各大宗门必定疯抢 太乙宗已经放出话来 要全面围剿柳无邪 所以想尽一切办法 也要提升修位了 这次百年拍卖会 也许就是他的机会 购买到几种宝物 争取突破到地先进 第1496章王命山 洛海看了一眼大殿中其他人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尤其是看向徐灵雪他们几个 你们都下去吧 柳无邪能看出来 洛海有奈言之隐 众人离开了大殿 只剩下柳无邪跟洛海两人 王命山是一个很诡异的地方 听说里面藏着无数珍宝 树枝不尽的天地宝物 洛海这才缓缓说道 继续说 柳无邪好奇心被勾起来了 王命山竟然有如此多的宝物 紫竹心域的修饰难道就寄予吗 既然存在 必然合理 还有一种传闻 王命山包揽了紫竹心域三成的财富 想要这些财富 只有一个办法 洛海故意卖了一个棺子 没有继续往下说 一个地方 包揽了紫竹心域三成的财富 这是什么概念 相当于天龙宗太乙宗九龙殿三大宗门的总和 这是何等的恐怖 别默默唧唧 赶紧说 时间紧急 柳无邪没时间听洛海在这里讲故事 不能凑齐足够的薪金 就算去参加了百年一度的拍卖大会 也只是沦为看客 上届拍卖会 最高的一件物品 可是卖出了500万薪金的天价 170万薪金 砸进去连个浪花都掀不起来 换命 洛海之所以不当着大家的面说 主要是怕徐灵雪等人担心 他非常清楚 这次拍卖大会柳无邪是在必得 没有足够的薪金 去了只是陪衬 拍卖会百年才举办一次 错过这次 又要再等百年 用自己的命换取财富 估计没有几个人会同意 柳无邪明白了 想要获得王命山的财富 只有一个办法 用自己的命去换 从洛海语气中能听出来 这个王命山很是古怪 连太乙宗这等大宗门都奈何不了 还有一种办法 可以借王命山的宝物 具体过程 不得而知 我只是听那位前辈所说 几千年来 只有一人成功从王命山 借到了想要的东西 洛海知道的也不多 当年那位前辈并未去过王命山 也是从其他人口中得知 借根要 是两个概念 想要王命山的宝物 需要用命换命 如果是借 则不需要你的命 必定用其他的方式偿还 至于什么方式 谁也不知 王命山的具体位置在哪 柳无邪决定去试试 师父重点提及过 今年的拍卖会 无论如何也要让他参加 估计会有很多罕见的宝物出现 无邪 我只是随口一说 你千万不要去 前往王命山 很难回头 一个不慎 将命丧其中 洛海有些后悔了 当才是看柳无邪为心惊的事情操心 一时心急 这才随口一提 我自有分寸 柳无邪示意他不用担心 这天底下 还没有难得住他的地方 起码子竹心欲这重地方没有 距离此地大概半日左右路程 我陪你一起去吧 洛海不放心 打算亲自陪着柳无邪一起去 如果有什么事情 相互也有个照应 两人迅速出发 乘坐传送阵 离开了紫竹心 王命山并不在紫竹心 而是在很远很远的一座星球上 那座星球 常年被黑色的死亡之气笼罩 王灵族就居住在这座星球上 半日时间 顺利抵达这座死气沉沉的星球 赶到的时候 洛海浑身很不适应 他们两人刚离开不久 三位师兄来到天道会 商议参加百年一度拍卖会的事情 三位师兄联合了其他一些人 做了不少薪金送过来 希望能帮助小师弟一把 结果发现小师弟不在天道会 跟洛海两人出去了 顾会长 你知道我小师弟去哪里了吗 太乙宗已经颁发了缴灭令 不惜一切代价斩杀柳无邪 这时候出去 岂不是自投罗网 难怪孙孝一脸的焦急之色 我也不知道 洛海突然说了一句王命山 就叫我们都出来了 顾天林没有隐瞒 他并不知道王命山是什么地方 不好 听到王命山三个字 孙孝身体一个亮呛 险些一头栽倒 大师兄 发生什么事情了 阴影扶住孙孝 快速地问道 穆天林也觉得不对劲 难道柳无邪去了什么危险的地方不成 我们快回去见师父 尊孝来不及解释 告别穆天林 带着两位师弟 迅速离开 三人回到小世界 直奔师父居所 师父 不好了 小师弟跑去王命山界东西去了 尊孝进来第一句话 华飞鱼眼眸一缩 迅速从蒲团上站起来 连一向沉稳的华飞鱼 此刻都流露出一丝惊惧之色 到底这王命山有什么可怕之处 去多久了 华飞鱼很快收敛表情 朝孙孝问道 已有两个时辰 孙孝计算了一下时间 小师弟离开超过两个时辰了 这个时候去追 已经来不及了 华飞鱼在计算着什么 两个时辰 对于普通人来说 也许就跳跃一座星球 柳无邪跟落海修为极高 两个时辰可以跳跃无数个星球 师父 快想想办法 必须要阻止小师弟 尊孝真的急了 让师父赶紧想办法 务必要阻止小师弟 大师兄 到底这王命山是什么地方 同山一脸焦急地问道 一个索命的地方 连伴仙境进去 都未必能活着出来 华飞鱼开口说话了 尊孝只是知道王命山 至于详细的细节 没有师父了解得多 脚师弟跑到那众地方做什么 这次同山还有阴影跟着一起着急 让师父赶紧想办法 只有那众地方 才能借出无尽的财富 无邪所图胜大 想要借助这百年一度的拍卖 会提升自己的修为 心经必不可少 能拿得出这么多心经的 放眼整个紫竹心域 只有王命山了 华飞鱼解释道 没有人能帮助到柳无邪 只能靠他自己想办法 师父 我们天龙宗不能借给他吗 阴影这时候说道 天龙宗抵运强大 借给小师弟几百万心经难度不大 就算天龙宗借给他 无邪也不会收 因为他知道 不想让我们为难 华飞鱼摇了摇头 他很清楚柳无邪的性格 天龙宗如果答应借给他大量的心经 免不了一番折腾 还需要华飞鱼从中斡旋 柳无邪不希望麻烦到任何人 包括三位师兄跟师父在内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同山皱着眉头 他们连王命山在哪里都不知道 等 华飞鱼示意他们稍安勿躁 柳无邪身份特殊 不会那么轻易死亡的 穿梭亿万里之后 柳无邪跟落海终于落在这死气沉沉的星球上 落海很不适应 呼吸变得有些粗重 空气中弥漫着厚重的死气 这是一座废星 却生活着一个种族 柳无邪跟亡灵族打过交道 万族盛典的时候 没少杀死亡灵族 王命山在什么地方 柳无邪目光横扫一圈 确定没有危险之后 枝气笼罩 蹬在柳无邪身后 落海四处张望 像是有无数只眼睛在偷窥它们 空气中弥漫着细小的颗粒 这些颗粒居然是浮游物 发出微弱的光泽 很是诡异 这些是亡灵虫 人体死后 身体中的细菌会化为亡灵虫 一直存在这个天地之间 柳无邪解释道 听到这些虫子是人体死后所化 更是吓得一个哆嗦 这得死多少人 才会出现这么多的亡灵虫 整个亡灵星球的生物都死了 可想而知 死了多少人 两人刚落下来不久 无数亡灵族都感应到了 亡灵族对人类的气息 格外的敏感 亡灵一族死气沉沉 人类身体散发出强大的精气波动 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一出现 搅动四周风云 无数亡灵之气朝它们袭来 像是两股格格不入的力量 相互冲击 人类的精气 排斥这些亡灵之气 而亡灵之气 则想吞噬掉这些精气 那边有动静 洛海耳目灵敏 只向前面一片枯萎的树林 似乎有人影晃动 亡灵族身体很古怪 感受不到一丝重量 每个亡灵族身穿白色长袍 将自己的身体全部掩带住 赤柳无邪跟洛海身上散发出的精气 吸引了它们 柳无邪已经发现了 超过几十尊亡灵族 正在朝它们飞速靠近 眨眼间的功夫 这些亡灵族拦住柳无邪的去路 都是一些低级亡灵族 胸围不高 你是柳无邪 跑到亡灵星球来做什么 领头的亡灵族 一眼就认出柳无邪的身份 万族盛典的时候 柳无邪杀死很多亡灵族 早已在亡灵星球传开 每个亡灵族 都能记住柳无邪的模样 被人认出来 柳无邪丝毫没有意外 王灵族数量不多 关于他的身份 很容易传播到每一处 我跟王灵族无冤无仇 请你们让开 柳无邪没有大开杀戒 这些王灵族修为最高 也不过混远镜 柳无邪一掌就能拍死一片 你们人类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领头的王灵族正在沟通同伴 王灵族可是有高手坐镇 连半仙境级别的王灵族都有 第1497章不归路 如果有大量的王灵族高手前来 还真是一个麻烦事 柳无邪时间紧急 尽可能明日就要赶回去 拍卖会就在三天后举行 这些王灵族将柳无邪 还有洛海团团围起来 不让他们离开 万族盛典的时候 柳无邪斩杀大批王灵族 此事已经传回来 我们要去王灵山 柳无邪皱了皱眉 还是说出自己此行目的 希望这些王灵族让路 不要耽误他的时间 听到柳无邪要去王灵山 所有王灵族突然往后一退 足足退回去十几步 这才站稳 你要去王灵山 领头的王灵族一脸惊恐之色 说话的语气 有些不淡定 你们还要拦着我们吗 柳无邪也没想到 王灵山竟然连王灵族都惧怕 从此地往前走一千里 你们会看到一座黑云笼罩的山峰 那就是王灵山了 说完 所有王灵族逃得一干二净 深怕跟柳无邪沾染任何因果关系 来得快 去得也快 搞得柳无邪跟落海一头雾水 刚才已经做好出手的准备了 为何听到王灵山三个字 这些王灵族全部跑了 按理说 王灵山存在于王灵星球 跟王灵族应该是一体的才对 无邪 我觉得不对劲啊 我们还是回去吧 天道会已经走上轨道 大不了我们发展的步伐慢一些 落海还是担心柳无邪的安危 如果有个三长两短 他怎么跟徐灵雪还有天道会高层交代 来都来了 我倒想要看看 是谁在这里装神弄鬼 柳无邪嘴角浮现一抹冷笑 天下种族万万千 他见过的种族不在少数 王灵山在诡异 能要比仙界还要危险不成 落海拗不过柳无邪 只好跟在身后 小心戒备 顺着王灵族首领的指引 柳无邪穿梭了一千里左右 的确看到一座巨大的山峰 孤零零的矗立在那里 山峰周围 被黑色的水源包裹 这可不是三千弱水 而是死水 此水里面充斥无尽的死亡之气 里面漂浮着大量的虫子 那边有座桥 此水上面 漂浮阵阵迷雾 看不清王灵山具体的景象 只能看到一座轮廓 一座奇怪的小桥 出现在死水上面 发出哗啦啦的响声 小桥很窄 只能容纳一个人通过 两侧用黑色的锁链拴住 中间铺上几块破木板 两人站在小桥尽头 桥头的位置 插着一块牌子 已经腐烂不堪 一心能看到上面雕刻着几行小字 王灵桥 断魂扬 借命人 无归徒 洛海上前 擦拭了一下 上面的字迹清晰了很多 无邪 这是什么意思 看着上面的文字 洛海感觉毛骨悚然 出言朝柳无邪问道 这是一条不归路 踏入此桥 意味着将性命交于他人手里 柳无邪皱了皱眉 语气有些凝重 如此诡异的桥梁 还是第一次见到 那我们从水面上飞过去吧 洛海提议 从水面上飞过去 这样就不算走不归路了 柳无邪没说话 从楚寿袋中拿出一只鸟儿 让它飞出去 很多修士 都喜欢携带一些活物 比如进入某个洞穴 为了确认里面有没有危险 都会先放一只鸟儿进去 那只鸟儿刚飞到死水上面 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声 跌落到死水之中 接着更加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鸟儿身上的血肉都不见了 只剩下一副骨架 竟然盘旋在水面上 发出嘎嘎嘎的叫声 洛海感觉自己浑身汗毛 都竖起来了 没有血肉的鸟儿 只剩下一副骨头还能飞 这死水到底蕴含着什么 鸟儿飞行了大概几个呼吸时间 跌落到死水之中 彻底消失 别人看不到死水下面 却阻挡不了柳无邪的鬼谋 死水深处 堆积招数不尽的海骨 有人类的 妖兽的 星兽的 妖族 魔族等等 反正不计其数 其中还有巅峰窥天境的海骨 连他们都无法飞过去 他们两个要是贸然踏入死水上空 很快成为那些海骨中的一员 你留在外面 柳无邪说完 踏上这座亡命桥 让洛海留在这里 无邪 洛海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柳无邪身体已经落在桥上 亡命桥上面的木板很少 间隔很远才会出现一个 如果一脚踩空 就会跌落到死水之中 整个死水上空 被一层无形的漆径笼罩 根本无法飞行 加上迷雾重重 很难看清下一块木板落点在何处 仗着鬼谋 可以看穿一切 柳无邪才敢冒险一事 几个纵涉 柳无邪消失在迷雾之中 洛海已经看不到柳无邪的背影了 亡命桥很长 柳无邪走了足足一炷香的时间 终于看到对岸 施展身法 稳稳落在地面上 一盏枯黄的油灯 出现在柳无邪面前 没错 就是一盏油灯 悬浮在柳无邪三米之外 整个亡命山 漆黑一片 身手不见五指 整个山峰 被黑云笼罩 油灯能照亮方圆三米之内 三米之外的景象 就算是鬼谋 都无法看穿 这让柳无邪很是吃惊 柳无邪正要开口 油灯自己动了 像是指露明灯一样 一点点往前飘移 只好跟在油灯身后 暗中沟通了邪刃 黑暗之门叙事待发 永恒意境已经在酝酿 一有危险 直接雷霆一击 几千年来 只有一人成功从王命山借到东西 那人借到之后 关于王命山的一切 知识不提 顺着油灯前进 好像是穿梭在一条石阶上 顺着石阶 越走越高 周围的迷雾更加浓重了 黑色的雾气 像是洪水一样 将柳无邪包裹起来 恐怖的死亡之气 让人浑身很不舒服 好可怕的死亡之力 柳无邪暗暗说道 他虽然领悟了大死亡法术 跟这里的死亡之力相比 相差甚远 走了约莫小半个时辰 前面的指路由灯突然不动了 应该抵达指定区域 哒哒哒 周围响起哒哒哒的声音 大量的油灯亮起来 柳无邪面前出现一座漆黑的大殿 在油灯的照射下 大殿显得更加阴森恐怖 割知 黑色大门徐徐打开 掠开一道缝隙 一股尘峰且腐朽的味道 扑面而来 让人作呕 等了约莫一分钟左右 黑色大门彻底打开 里面依旧深不见底 柳无邪看不到大殿深处 晚辈柳无邪 前来拜山 柳无邪朝黑色大殿报了抱拳 报出自己的名号 进来吧 从大殿深处 传来一道刺耳的声音 让人听着浑身毛骨悚然 很不舒服 柳无邪收敛心神 迈着大步 进入大殿之中 踏入的那一刻 身后大门缓缓合上 大殿两侧亮起了很多油灯 全部是悬浮在半空中 这些油灯亮起之后 整个大殿的内部轮廓 终于能看到一个大概 大殿很大 油灯虽然很多 能照亮的地方 却极其有限 柳无邪目光朝大殿中间区域看去 三道影子出现在柳无邪面前 往前走了几步 终于看清了三道影子 看清三人的那一刻 柳无邪眼眸一缩 如临大敌 三名老者 坐在柳无邪面前 可不是完整的三个人 左侧的老者 没有四肢 只剩下一个躯干灯脑袋 右侧的老者 腰部齐根而断 只剩下上半身 中间的老者 更是恐怖 只剩下一个脑袋了 晚辈柳无邪 拜见三位前辈 柳无邪再次朝三人报了报权 你可知道王命山的规矩 中间老者开口说话了 朝柳无邪问道 不知 还请前辈解惑 柳无邪摇了摇头 落海告诉他的 只是一些片面的东西 关于王命山具体规矩 还真不知道 踏入王命山 等于踏上了不归路 你想要什么东西 我们都可以满足你 但是你的命 就要交给我们了 中间老者继续说道 任何人前来 都不可能活着离开 交出性命之前 倒是可以满足柳无邪一个愿望 如果我要打破这个规矩呢 柳无邪当然不会交出自己的性命 从近来的那一刻开始 目光就一直打亮三名老者 已经看出一些端倪 王命山齐有这个规矩 无人能破 右侧的老者开口说话 开口的那一刻 像是一道道银针刺入柳无邪的耳朵 非常的难受 没有这个规矩 可以重新树立一个规矩 双方像是在谈判 大门已经关闭 柳无邪想要离开 也不是那么容易 更可怕这三名老者 居然都是半仙境 这很不符合常理 达到地仙境 能断之重生 他们来半仙境 哪怕剩下一滴鲜血 也能恢复过来 为何一直是一副残缺身体 柳无邪很快想到一个可能 他们是天残之人 遭到上天的诅咒 规矩一旦定下 就无人能改 既然你不肯说出自己的愿望 那我们只好来取走你的性命 中间老者说完 头颅朝柳无邪飞过来 恐怖的半仙之势 压制的柳无邪无法动叹 天残之体 诅咒之身 死亡之魂 借命而生 柳无邪任由老者朝自己飞过来 突然说出一段话 飞过来的头颅 瞬间定格在原地 静静地漂浮在柳无邪一米之外 四目对视 水也没有后退 柳无邪嘴角浮现一抹邪笑 足足对视了一分钟左右 不知不觉 柳无邪后背 全部湿透了 第1498章达成一致 坐在远处的两名老者 纷纷站起来 眼眸中释放出恐怖的气息 三尊半仙境 吹口气就能杀了柳无邪 此刻却僵持在原地 水也没动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漂浮在柳无邪面前的头颅 深吸一口气 朝柳无邪问道 身体全部消失 只剩下一颗脑袋 当脑袋耗尽 意味着寿命也将彻底耗尽 我不仅知道 还知道你们身中死亡诅咒 寿命无时无刻都在流逝 你们想要继续活下去 唯一的办法 只有诫命 柳无邪继续往下说 至于自己如何知道 没有必要告诉他们 听到柳无邪的解释 三名老者相视一眼 从彼此的眼眸中 看到浓浓的震惊之色 既然你都知道 那你应该很清楚 踏入亡命山 你的命就是我们得了 已经几千年了 没有人踏足亡命山 三名老者的寿命 已经所剩无几 只有借用他人的命 才能继续活下去 柳无邪乃动虚六重 寿命远远流长 只要借走了柳无邪的命 他们三个又能活很久很久 我的命 你们借不走 不信你们可以试试 柳无邪嘴角浮现一抹笑意 他们想要借走自己的命 很难很难 像柳无邪这样 公然挑衅三残老人 绝对是第一个 老大为天残 老二是地残 老三是人残 天残没有四只躯干 只剩下一个脑袋 地残也是左侧老者 没有四只 人残最可怜 虽然有双臂 却拦腰斩断 失去了人伦天道 柳无邪竟然敢跟三残老人这样说话 让三残流露出一丝怪异之色 多少年了 每个人进来 都是毕恭毕敬 祈求三残老人放过他们一条生路 结果无一例外 全部被诫命 他们的身体 则沉入死水之中 三残老人被锁在了亡命山 离开了这里 他们的寿命会瞬间耗尽 无数年了 他们积累了树枝不尽的宝物 堆积在亡命山 消息传出 大量的高手前来 想要问三残老人借东西的 结果无一例外 全部死在这里 宝物是真是假 无从考究 也许是三残老人 故意放出去的消息 目的是吸引人前来 也许这里真的收集 数之不尽的财富 每个人的命都是一样的 你的命我们征用了 人残突然飞过来 大手一抓 柳无邪感觉身体中某种东西要脱离自己的躯壳 这就是自己的寿命 三残老人靠借命存活于这个世间 见到柳无邪的那一刻 已经迫不及待了 如果不是柳无邪刚才那番话 他们早就不夺柳无邪的寿命 柳无邪心里很清楚 他根本无法反抗 现在的希望 全部寄托在天道神书上 果然 天道神书突然飞出来 释放出万丈光泽 将整个大殿照得亮如白昼 啊啊啊 三残发出痛苦的惨叫 他们不喜欢光明 纷纷躲进了黑暗之中 被抓住的寿命 回到了柳无邪的体内 我说过 我的命 你们借不走 论气势 柳无邪还在三残之上 他心里很清楚 这个时候 气势上千万不能输 你 你是天命之人 天残一脸的惊恐之色 天命之人 他们的命是上天赋予 任何人都无法剥夺 柳无邪一愣 寒家说他是天选之人 三残老人说他是天命之人 应该都是一个意思 场面僵持住了 三残老人从黑暗之中钻出来 天道神书已经回到柳无邪的魂海 三残相视一眼 从彼此眼眸中 看到一丝金句 仅仅一个照面 他们的寿命 损失了一大半 应该是被天道神书灼伤了 小娃儿 你到底是谁 怎么会知道天残之体 诅咒之身 死亡之魂 借命而生 天才深吸一口气 跟柳无邪保持一段距离 不敢靠得太近 我不仅知道 我还知道你们的寿命已经所剩无几 最多十年 你们彻底耗尽寿员而死 这里已经几千年没有人来了吧 也就是说 十年之内 还没有人前来 你们必死无疑 原本他们还有几十年寿命 因为天道神书的关系 剥夺了他们一半的寿命 柳无邪领悟了死亡之术 能清晰地看到他们的寿命 只剩下最后十年 被柳无邪拆穿 三残老人脸色变得更加难看 只要剥夺了柳无邪的寿命 他们就能多活几千年 可以等下一人前来 偏偏柳无邪的寿命无法剥夺 让三残狠实憋屈 连亏天敬的寿命 他们都借来了 却借不到洞虚境的寿命 确实有些匪夷所思 小娃儿 就算你所说是真 我们可以在死之前 不夺你的灵魂 将你杀死 人财因策策地说道 就算柳无邪知道 他们只有十年寿命 那又如何 反正柳无邪又无法活着出去 他们一根手指头 就能撵死柳无邪数百个来回 杀了我 对你们没有任何好处 最多是出口气罢了 十年后你们还是死路一条 柳无邪笑盈盈地说道 仿佛吃定了三残老人 看着柳无邪那一脸渐渐的笑容 三残老人真想上去一巴掌拍死他 他们忍了下来 柳无邪能说出他们身体的问题 肯定还知道更多的信息 堂堂半仙境 竟然奈何不了小小洞虚 让三残老人有些抓狂 小子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地残算是看出来了 柳无邪这一招欲情故纵 耍得他们三个团团转 每次说话 都是欲言又止 说一半留一半 令他们几欲抓狂 天残之体 并非不智之症 只要解开天地诅咒 你们的寿命 自然能恢复 看到气氛差不多了 柳无邪这时候突然说道 三残老人眼眸一亮 难道柳无邪知道 如何破解天残之体 小娃儿 你所言非虚 天残眼眸中闪过一丝稀奇之色 如果能破解天残之体 柳无邪将是他们的大恩人 他们被困在这里无数年了 他们甚至忘记了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千真万确 我可以灵魂启示 柳无邪倒没有欺骗他们 的确能破解天残之体 不过他现在做不到 除非他能达到高级亏天境 让自己的死亡之数晋升到先数层次 可以操控生死 百变天残之躯 小娃儿 只要你能破解天残之体 诅咒之躯 我们三个愿意为你做三百年的仆人 听从你的召唤 三财商议了一下 决定冒险一事 他们只有十年寿命了 已经耗不起 做过了柳无邪 十年之后 就会化为一杯黄土 杀不杀柳无邪 真的没有太大的意义 杀了他 只是出口气而已 柳无邪一番话 燃起了他们求生的欲望 我虽然知道如何解开天残之体 诅咒之躯 不过我现在修为低下 根本无法解开 除非能达到亏天境 才能破解 三位前辈有没有什么办法 让我尽快突破到亏天境 柳无邪说完 黑黑笑了几声 准备坑三残老人一把 他们来扮仙境 手段滔天 肯定有办法帮助他突破到亏天境 三残老人明知道柳无邪在坑他们 却没有任何办法 为了活命 他们可以为柳无邪做任何事情 你以为亏天境是大白菜吗 想种出来 就能种出来一颗 第三位好气的说道 被柳无邪几气的说不出话来 别说将柳无邪提升到亏天境 将他提升到地先境 都非常之难 修炼本来就是逆天形式 如果强者能直接替弱者提升修为 还要修炼做什么 有什么宝物 拿出来也可以 借助宝物 能帮助我提升到巅峰洞虚境即可 柳无邪搓了搓手 一脸的坏笑 三残老人气得吹胡子瞪眼 没想到柳无邪如此腹黑 每个人前来 见到他们不是毕恭毕敬 甚至跪下磕头 柳无邪倒好 从近来到现在 将三残老人玩弄于鼓掌之间 王命山没有宝物 就算有 这里的环境 也会让宝物失去灵性 天残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 不会轻易上柳无邪的当 监制好了他们的天残之体 诅咒之躯 自然会赠送柳无邪宝物 帮助他提升修为 此地环境特殊 含有灵性的东西 常年被死亡之气侵蚀 也会变成废品 天残到没有欺骗柳无邪 但也有很多宝物 无视死亡之气 天残显然没有说实话 既然如此 那晚辈就爱莫能助了 柳无邪耸了耸肩 他们不肯帮助自己 那自己也不会帮助他们 双方僵持住了 巧娃儿 我们可以帮助你提升修为 那你如何回报我们 三残商议一阵 决定拿出一些西式珍宝 赠送于柳无邪 前提柳无邪要有所回报 如果你们能帮助我提升到洞虚八重 我可以借你们每人一百年的寿命 等我突破到亏天境 自会前来解开天残之体诅咒之躯 柳无邪没打算占他们的便宜 愿意贡献出来三百年的寿命 一人一百年 听到这个数字 三残老人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 双方算是达成一致 天才伸手一招 一尊奇怪的水晶棺材出现了 棺木之中 装着的可不是尸体 而是无尽的宝物 只有这种水晶棺木 才能抵挡死亡之气的侵蚀 这么多年 无数人前来 他们死后 储物戒指都落入三残老人之手 当然 大部分前来的修士 进入亡命山之前 都会将储物戒指交予自己的后人 每个人都很清楚 进入亡命山很难活着回去 第1499张洞虚八重 看到水晶棺 柳无邪眼睛都绿了 这里面肯定收藏了很多宝物 天才伸手一招 水晶棺盖打开 一团团光泽释放出来 恐怖的精气 弥漫整个大殿 柳无邪上前 看着水晶棺中摆放的物品 搓了搓手 一脸的兴奋之色 天才避开 不让柳无邪观看 这是他们三人收集了无数年 才积累这些宝物 伸手一招 两团光泽出现在柳无邪面前 大一针灵丹 第一枚光球落入柳无邪手中 竟然是一枚丹药 好东西啊 看着手中的丹药 柳无邪嘴角都笑歪了 大一针灵丹 并非酒品灵丹 但是要笑 极其强横 里面蕴含大一针气 这种针气 极其稀少 听说只有远古时期才能诞生 第二个光球落入柳无邪手中 一股浩瀚的力量 险些将柳无邪先飞出去 地心股龙夭合 柳无邪又是一声惊呼 地心股龙乃龙族后裔 丹荷之中 欲含极强的神龙之力 两种宝物 绝对能帮助柳无邪提升到洞虚八重镜 小娃儿 该完成你的诺言了 水晶观中还有很多宝物 柳无邪流露出一丝失望之色 这些宝物都是三残老人的命根子 拿出来估计会要了他们的老命 柳无邪关闭天道神书 剥夺出来三百年寿命 打入他们的体内 得到寿命的滋养 三残老人发出舒服的身影声 我还有一事相求 柳无邪剥夺寿命之后 目光看向三残 说吧 得到寿命滋养 三残气色好了很多 天残与气也缓和了一些 借我一千万新金 柳无邪此番前来目的 主要是借新金 获得这两样宝物 完全是意外之喜 别的东西不可以 新金我们多的是 这是一千五百万 可以免费送给你 十年之内 你必须要解开 天残之体诅咒之躯 其他东西 他们还有大用 唯独这新金 他们多如牛毛 直接拿出来 一千五百万送给柳无邪 装满着三个储物戒指 好 我答应你们 十年之内 解开你们体内的诅咒 柳无邪接过储物戒指 双方算是签订了合约 解开之后 三残老人要做柳无邪 三百年的仆人 柳无邪故意说十年 按照他的预算 最多三年 就能突破到亏天境 拿到东西 柳无邪没有着急离开 而是进入天神碑 进入永恒世界 柳无邪拿出大一针灵丹 一口吞服下去 看着柳无邪消失 三残脸色微变 他们竟然不知道柳无邪去了哪里 大哥 这样做我们值得吗 人残朝天残问道 这是第一次 他们放低了姿态 被柳无邪牵着鼻子走 换成以往 他们早就一巴掌拍撕柳无邪 这百万年来 前来的每个修士 无一例外 全部被他们借走寿命 按理说 他们借走的寿命多达几百万年 为何寿命消耗得如此之快 这跟他们的天残体质有很大的关系 柳无邪借给他们的一百年寿命 最多只能维持三十年 他们的寿命流逝速度 要比常人快很多 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天残苦笑一生 他们被困在这里一百五十万年了 子竹心育很多老一辈 估计都忘记了他们的存在 天龙宗成立也不过一百二十万年 三残老人成名的时候 还没有天龙宗 如果提及龙宗跟林穷天 三残老人也许会知道 期望有一天我们会离开 这暗无天日的王命山吧 只有待在王命山 他们寿命流逝的速度才会减慢 去了其他地方 寿命很快就会耗尽 柳无邪进入王命山 已经一个时辰了 秒无音信 洛海级的团团转 这个时候 很多亡灵族高手悄悄靠近 他们站在王命桥不远处 柳无邪真的进入王命山了吗 前来的王灵族 可是有不少高手 高级地先进一大堆 天道会诛杀十三名巅峰地先进的事情 已经传遍了整个紫竹心域 包括王灵星球在内 真的进去了 我亲眼所见 还有少量王灵族 一直悄悄尾随在柳无邪身后 亲眼目睹柳无邪消失在王命桥上 没想到一代妖孽 就这样陨落在王命山 不少王灵族握腕叹息 虽然柳无邪杀死不少王灵族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柳无邪的妖孽 同样征服了他们 天道会所有人交集万分 孙孝突然离开 传递一个信号 柳无邪前往的地方非常的危险 孙孝 同山 阴影三人 一直守在天道会 希望有奇迹出现 各大宗门 已经被开始朝朱雀星赶去 百年一度的拍卖会 将在朱雀星举办 由天满楼主持 天满楼不是宗门 他们属于一种巨型商会 可不要小瞧了天满楼 听说天满楼可是有好几尊仙人作证 各大宗门如果有什么罕见的物品 可以通过天满楼来替他们销售 这样可以卖到高价 比如天龙宗 获得某种稀释珍宝 可以交与天满楼 卖出之后 天满楼抽取一定的费用 所得的资源 全部返还给天龙宗 有人会问 天龙宗为何不直接自己贩卖 因为很多东西见不得光 比如从其他宗门掠夺得来的宝物 直接卖出去 岂不是告诉天下人 东西是我掠来的 天神碑之中 恐怖的大义之气 穿梭于柳无邪的体内 因为没有时间流逝 此刻大殿中 还是停留在柳无邪 进入天神碑的那一刻 太荒世界吸收之后 恐怖的力量在酝酿 大义之气进入太荒世界后 竟然幻化出无数仙气 这让柳无邪更是惊喜不已 秋围开始攀升 直奔洞需七重而去 只有突破到地仙境 共工才会陷入沉睡 下一次醒来 就是亏天静了 虽然没有时间法则 不代表时间不会流逝 按照时间计算 柳无邪已经在天神碑度过二十年了 秋恋到了后期 闭关十几二十年太正常了 像那些亏天静强者 闭关一次动辄都是上千年 动虚七重大门被大义之气强行冲开 化为无尽的能量 反补到太荒世界 突破到动虚七重 柳无邪没有继续突破 先稳固修为 这个小子哪里去了 为何消失不见了 大殿中三残还在聊天 外面的世界 时间还在流逝 并未禁止 不是说柳无邪进入天神碑 外面的世界也会停止 天神碑中过去千年 外面可能过去几个呼吸时间而已 所谓的永恒 只是流淌的速度缓慢 并非一成不变 这小子身上很古怪 有一股令我害怕的气息 且不管他了 天残修为最高 查看过柳无邪好几次 发现柳无邪体内 隐藏一股极其恐怖的力量 这股力量一旦爆发出来 可能连他们都会碾死 应该是天神碑释放出的气息 让他们很是忌惮 五百年过去 柳无邪成功站在洞虚七重巅峰 足足消耗了十万枚心筋 静好从三残手里获得一千五百万 不然还真是一阵肉疼 拿出地心骨龙丹河 将其丢入吞天神顶 让其炼化 魔焰出现 将地心骨龙丹河包裹起来 开始断烧 地心骨龙丹河所含的能量太强大了 一时半刻无法全部炼化 柳无邪也不着急 一边炼化 一边参悟永恒真谛 永恒神拳作为杀手锏 尽可能参悟更高层次 领悟出来一丝仙术 大殿中静悄悄的 又是三百年过去 地心骨龙丹河终于出现一丝松动 分解出恐怖的古龙之气 这是纯正的龙气 进入柳无邪体内 真龙之体不断地攀升 经过这么多年的锤炼 柳无邪的修为 早已达到洞虚七重大圆满 洞虚八重大门缓缓出现 真龙之气幻化出神龙之躯 冲向八重大门 轰谋 震耳欲龙的声音 险些震碎了柳无邪的肉身 得到天神碑 太荒世界拓宽三倍 每次突破修为 需要的能量越来越恐怖 三残拿出这两样东西 按照他们的推算 柳无邪突破到巅峰洞虚境难度不大 殊不知柳无邪连突破到洞虚八重 都有些难度 达到地先进 绝非靠资源堆积 需要日积越累 就算是三残也没有任何办法 冲击一次不行 那就冲击两次 四周的仙气 疯狂地涌入柳无邪体内 太荒世界中的仙气越来越多 只有仙气才能催动仙树 仙气还远远不够 达到地先进 应该能积累足够的仙气 勉强能催动一次仙树 终击了数千次 洞虚八重大门 终于被撞开 成功晋级 突破到洞虚八重 又是一番天地 太荒世界还在拓宽 下次突破修为 难度还在增加 滚海鼓荡 按照魂力计算 柳无邪的魂力已经堪比地先九重了 也就是说 面对第先九重 无需永恒神拳 也能将其杀死 又是五百年过去 柳无邪彻底稳固了胸围 站在了洞虚八重巅峰 深吸一口气 站起身子 浑身犹如炸雷一般 哭作了这么久 肉身早已僵硬 活动一番身体 在永恒世界中自由穿梭 施展各种大法术 每一种法术 提升好几倍之多 舒坦 终于突破到洞虚八重 没想到亡命山之行 收获如此之多 知道那样早来就好了 柳无邪黑黑一笑 真想抢走天残手中的水晶棺 有了那些宝物 绝对能突破到地先进 只是想想而已 做人不能太贪心 第一千五百张朱雀心 那些宝物都是三残的命根子 况且给了柳无邪 意义也不大 很多东西 并不适合柳无邪 三残之所以拿出这两样宝物 也是经过深思熟虑 有很大的针对性 修为稳固之后 柳无邪从天神碑中走出来 出现在大殿之中 前后也就过去几个呼吸时间而已 修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残看到柳无邪的那一刻 眼眸一缩 流露出震惊之色 如此之短的时间内 连续突破两个境界 就算是他们都做不到 你竟然炼化了大一针灵丹跟地心古龙丹合 你是如何做到的 天残飘过来 脑袋围着柳无邪转了一圈 实实清晰地感受到 柳无邪体内流淌着大一针气 还有地龙的力量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他们一度怀疑 是不是百万年过去了 修炼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们跟不上时代了 多谢三位前辈赠丹之恩 十年之内 我会解开你们身体中的残缺 恢复你们自由 柳无邪既然答应了他们 绝对会去完成 有柳无邪这句话 三残心里好受多了 十年 希望你能遵守诺言 天残唏嘘地说了一句 我还有一事不明 千年前你们放走的那名修士 是不是你们故意为之 目的是告诉天下人 王宁山进来了 可以活着离开 还有一件事情困扰着柳无邪 所有人进入王宁山 无人活着出去 听落海的意思 千年前有人成功从王宁山 活着走出来 柳无邪想不通 只有一种可能 三残故意放他离开 目的是散播消息 三残寿命所剩无几 几万年都没有人进来 好不容易进来一人 为何会放他离开 没错 我们的确是故意放他离开 还送他几件宝物 让他宣传王宁山并非有来无悔 天残点了点头 千年前 他们寿命还剩下不少 并未诫命 目的是吸引更多的人进入王宁山 谁曾想到 离开的那名修士 却渺无音讯 关于王宁山的消息 并未过多地传出来 不只是千年前 万年前他们也放走过很多人 王宁山的消息 只是在小范围传开 正因为有这些人的离开 许多好奇心比较重的修士 潜入王宁山 成功被三残诫命 才活到今日 解开心中疑惑 柳无邪朝三残报了报权 转身离开大殿 已经进来一个多时辰 估计洛海很着急了 这里是王林星球 自己不在 王林族很有可能会对洛海出手 正如柳无邪所料 王林族已经对洛海出手了 仗着洛海是巅峰地先进 苦苦之称 大量的王林族高手 将洛海团团围起来 没有人相信 柳无邪能从王宁山活着出来 王林族也是如此 既然柳无邪死了 那洛海也没有必要放他离开 门户打开 漂浮在空中的油灯出现 带着柳无邪朝王宁桥赶去 展察时间 柳无邪出现在王宁桥尽头 看了一眼王宁山 深吸一口气 身体犹如一道流星 消失在迷雾之中 轰轰轰 柳无邪还未飞出王宁桥 远处听到大战的声音 无边无际的骇浪 卷起层层死水 不好 柳无邪按道一声 速度陡然加快 宛如一道闪电 出现在王宁桥尽头 数百名王林族 联合一起 洛海深陷泥潭之中 其中巅峰地先进级别的王林族 多达十多尊 洛海能坚持到现在 已经是极限 秦龙手 柳无邪人还在空中 突然施展秦龙手 无数龙爪从天而降 每一只龙爪 所定义一名王林族 咔嚓 咔嚓 场中此起彼伏 大量的王林族 被柳无邪一掌捏碎 化为无尽的死亡之气 柳无邪需要尽快 参悟更高深的死亡之术 才能破解三残体内的残疾 洛海压力大减 一掌震出 将靠近的几名王林族先飞 赤柳无邪 斩杀一百多名王林族 柳无邪缓缓缓落在地面上 目无表情 冰冷的目光 横扫一圈 最后落在洛海的脸上 身上很多地方挂彩 如果自己再回来晚一步 洛海可能就要命丧王林族之首 不可能 你进入王林山 怎么可能会活着出来 那些王林族高手 像是见到鬼一样 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一切 柳无邪刚才的的确 却从王命桥掠出来 也就是说他不仅活着出来 修为还提升一大劫 进去的时候 不过洞虚六众 出来的时候 已经变成洞虚八重 到底柳无邪在王命山经历了什么 看到柳无邪活着出来 洛海笑了 你们都该死 柳无邪声音犹如一道寒风 横扫四周 王林族跟鬼族同宗同源 柳无邪对他们没有什么好感 万族盛典的时候 王林族没少给自己制造麻烦 来之前不杀他们 是不想多事 不代表柳无邪就不敢斩杀王林族 快走 残存的那些王林族 第一时间选择逃走 一刻不敢逗留 柳无邪的气势太可怕了 刚才轻松一掌年死一尊帝先九重敬 都留下来吧 柳无邪双手结印 四周空间突然加固 所有的王林族 被禁锢在原地 无法动弹 大空间法术 更加的精妙 柳无邪 求求你不要杀我们 我们错了 剩余的这些王林族开始求饶 希望柳无邪能网开一面 他们不攻击落海 柳无邪也不会莫名其妙的去屠杀王林族 既然他们选择对落海出手 就要承受柳无邪的怒火 轰轰轰轰 武航大手印出现 直接碾压下去 所有王林族全部炸开 身躯中的死亡之气 融入太荒世界 我们回去吧 柳无邪带着落海 离开了王林星球 直奔天道会 穿梭于茫茫心欲 黎明时分 两人出现在天道会大门前 看到小师弟活着回来 孙孝等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大师兄 二师兄 三师兄 你们怎么过来了 柳无邪踏入大殿 看到众人都在这里 每个人眼睛通红 应该昨晚没有休息 一直在这里等他 小师弟 你这次太冒险了 尊孝依附责备的语气 我这不是没事吗 柳无邪嘿嘿一笑 知道大师兄是担心他 你回来就好 时间不在了 大部分宗门已经赶往朱雀星 我就不耽误你们了 尊孝三人起身告辞 他们是天龙宗弟子 需要随同天龙宗的队伍 柳无邪既可以选择天龙宗的队伍 也可以选择天道会 纵走三位师兄 柳无邪开始清点队伍 百年一度的拍卖会 是一次大开眼界的好机会 每个人都在摩拳擦掌 想要前去一睹究竟 最终经过商议 柳无邪只带二十人前往 顾天黎必须前去 他才是天道会会长 有些东西需要他出面解决 碧公羽 蓝鱼 胡适 松灵 他们是天道会主干力量 也需要前往 曲灵雪 慕容怡 陈若嫣 简信尔 小洛 范雅 他们也要前去 柳无邪既然答应精灵族 要培养范雅 自然不能食言 阿雷根阿利体型庞大 不适合参加拍卖会 只能留在天道会 洛海主动留下来 镇守天道会 古玉 苗剑音 陈征 他们都被柳无邪抽调回来 如今安流星跟田云新走上轨道 带着他们出去增加剑矢 尤其是苗剑音跟陈征 以后都要独当一面 柳风 柳天 柳星三人也在齐烈 柳家也要逐渐剥离出来 在紫竹心欲站稳脚跟 准备妥当之后 下午的时候 天龙宗那边传来消息 准备跟天道会一同前往 大家心知肚明 主要是保护天道会的安全 太乙宗已经蠢蠢欲动 派遣大量的高手 潜伏在龙山城 只要有机会 就会对柳无邪致命一击 天龙宗的队伍更为庞大 足足一百多人 天龙宗高层占据很多 弟子倒不是很多 寥寥几十人而已 各大宗门的弟子 还有散修 都有资格前去 不过待遇跟收到请柬完全不同 收到请柬的这些宗门 都有独立的包奸 独自前往的那些修士 需要交纳一定的薪金 才能参加拍卖会 而且大家都是坐在一起 拜见师父 这次华飞宇亲自前往 各大宗门的宗主 齐聚一堂 出发吧 柳无邪前往王命山的事情 华飞宇之次未提 既然他活着回来 肯定是借到了宝物 柳无邪突破到洞虚八重进了 天龙宗很多长老这时候才发现 几日前龙山城一战 柳无邪不过洞虚六重啊 这才过去两天时间 突破到洞虚八重 每个人脸上充满着不可置信 别酸了 我们还是赶紧上路吧 不少长老摇了摇头 他们早就发现了 故意不说出来罢了 看着柳无邪短短一年多时间 从天旋进一步步走到今天 犹如梦中一般 一行人乘坐传送阵 消失在紫竹心 三个时辰后 出现在朱雀星 好大的星球 踏上朱雀星的那一刻 每个人兴奋无比 没想到朱雀星跟紫竹心不相上下 朱雀星可是一流星球之首 仅次于紫竹心的存在 尊孝开始为大家解释 尤其是天道会这些人 很少离开紫竹心 拍卖场在朱雀城 占地面积极广 可以容纳百万人 你们去了之后 会更加的震撼 不少天龙宗弟子来过朱雀星 充当起了解说缘